我厉害今天就代表赵氏卓越集团 把话放这儿了 今天 我拿不到王氏集团的邀请函 谁也别想给孟老爷子盖棺 卓越集团 你爷爷尸骨未寒 你们就上门挑衅 见着欺人太甚 爸 你走了 剩下我和仙儿两个弱女子 可怎么办啊 这个厉害 不过是赵家的一条狗 竟如此猖狂 如今赵氏卓越集团最大的对手 就是孟家手下的梦想集团了吧 听说梦想集团 拿到了王老爷子宴会的邀请函 卓越集团的人这个时候上门 想必就是为了这个邀请函吧 要是孟老还在 赵家恐怕还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上门抢抢 但现在 没了孟老爷子 你们孟家如今不过是强弩之末 我带来的人已经将此处包围了 识相的话 就乖乖把邀请函交出了 不然你给谁也别想出去 去去去去 一个箭破烂的 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再往前走 一会儿我砍了你的手脚 孟小姐 邀请函是不是在你身上 你再不给 我可要自己找了 滚开 怎么回事 什么人 请问孟老孟浩是在这里吗 怎么回事 我门外的二十个保镖呢 你说他们啊 这会儿全在外面躺试呢 臭小子 找茬是吧 今天丽爷我要你好看 郭大 别在这碍事 你到底是什么人 孟爷爷 我来晚了 孟爷爷这是中毒了 你 一席上村 还有余地 住手 你干什么 你想对我爷爷的遗体做什么 等等 这是 这是七星续命阵 你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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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回事 是李神医救了我吗 不不不 老夫没这个本事 是这位小兄弟救了你 没想到我这辈子 还能见到七星续命真啊 孟爷爷 我下山了 还记得我吗 小陈 是你吗 小陈 是我 孟爷爷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成功了 终于突破到铸�了 这感觉真不错 突破到铸�了 我没什么课教你的了 等再突破一个大境界 你就可以向天北一霸的苏家 复仇去了 终于可以下山了 苏家欠我苏臣的 我会全部讨回来 但在报仇之前 我还要还个人情 若非当年孟家的孟号 收留了被苏家赶出去的你 恐怕也没有现在的你了 下山去吧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正合我意 十年了 没想到再见面 你都已经长成帅小伙了 当初收留你 也是机缘巧合 当时 一个算命的说 你能诱我孟家 后来 你果然被高人带走 如果没有您收留 哪里能有高人带我上山的机会呢 对了 你师父带走你的时候 和我有过约定 十年后让你归来 到时 你和我孙女成亲 爸 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你生病的这些日子 都是星儿一个人操持集团的全部事物 你不帮忙找个有用的就算了 还有星儿 嫁给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巴佬 他哪里配得上星儿 是啊 孟爷爷 王瓦青这事不然就 住口 你懂什么 哪里是他配不上星儿 是我们星儿 高攀他 这 我知道 苏晨的师父可是 那个人 还有你 苏晨 你小子 这什么态度 怎么 你看不上我孙女 啊 那倒不是 去把星儿叫过来 是 你们很多年没见了 刚刚又那么混乱 你肯定没好好看过 我不信 有人借了我孟号的孙女儿 不心动 爷爷你叫我 来来来 啊 之前还没注意看 她是个极致的美人 怎么样 我孙女儿漂亮吧 啊 爷爷 你叫我过来是为了 星儿 我跟小晨的师父 以前给你俩订过娃娃亲 你看 正好你们两个 今天都在 不然就下无灵症 怎么样 啊 娃娃亲 跟苏晨 你和小时候 长得也太不一样了 你刚刚是怎么 救回我爷爷的 这家伙一个人 居然干掉了几十个保镖 简直难以置信 一点小伎俩 好 等等 星儿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恭喜二位 喜极连礼 这 怎么愣住了 不是你们说的要结婚吗 这下 我的心愿算是实现了 就差让你们 给我生个曾孙女了 真没想到 下山后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跟恩人的孙女结婚 我 感觉倒也不错 星儿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你可是梦想集团总裁 他苏晨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哪个计较嘎拉里 冒出来的图老吗 你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吗 妈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虽说爷爷起死回生 但是难保不会再发生之前的情况 如果结婚能让他留下来 继续给爷爷看病的话 也不错 毕竟 我只有这一个爷爷啊 看看你俩这结婚照 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呀 孟爷爷过奖了 好好好 你从小到大就有自己的主见 我管不了 我可不接受这个乡霸老女婿 我早晚要把他从孟家赶出去 对了 小陈 这些日子 你到公司帮衬一下星儿吧 公司 上班啊 我让人给你安排一个职位 不过得先委屈你一下 年薪就先三十万起步吧 一看怎么样 孟爷爷 你身上散发着超能力者的金光 那就 多谢孟爷爷了 孟爷爷身上的毒 还没有完全解除 被地里下毒的人 也得想办法解决掉 女婿的身份 倒也方便调查 哎呀 下山第二件事 居然是打工啊 究竟是什么人给孟爷爷下毒呢 孟爷爷身上的毒素 还没彻底清楚 最好能有顶级药材辅助 去找那个李神医问问吧 苏晨 哦 我希望你识趣一点 自己离开孟家 这里五百万 算是你救了我爸的答谢 拿着它 永远从孟家消失 哼 见过世面 区区五百万就打发了 五百万我不稀罕 孟家的财产 我更不稀罕 看来这香巴佬还不算太笨 知道赖在孟家 能得到的远不止五百万 还好我早有准备 我的心儿 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起 哼 既然你执意要留下 那就应该为孟家做出贡献 这一点 想必你也认同吧 刘秘书 在 夫人 文件都准备好了 天才商行 还欠着我们一千万的违款没有结 但是 星儿最近很忙 没时间去要账 你既然要当他的助理 那就理应为他分忧才是 这些文件 早点看完吧 这些人也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林总 天才商行背靠王氏 向来不把梦想集团放在眼里 上次去要违款的李组长 现在好像还在一月没出来 那我也有个条件 如果我成功要到这笔违款 林大妈你以后看见我 就要鞠躬行礼 怎么样 大 大妈 好好好 就把你说的办 这位小姐 你等等 啊 叫我吗 对 就是你 你是不是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坠痛 并且每个月的月事都不规律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嘿 我这里有一套按摩手法 可以帮你解决 要不要试试 只收八千哦 流氓 不按摩也行 那你可以每天早上七点到阳台 喝一杯甘菊加芦荟荟的草茶 连喝一粥也有效果 行李救人真不容易 流秘书连怎么这么红 对了苏晨 一会晚上需要你陪我去参加王氏的宴会 这卡里的钱 你拿去买他合适的衣服 剩下的钱随你处置 接着 孟总大气 正愁没钱给孟爷爷买药 这不正巧 这里就是李神医的衣炉了吗 李神医 李神医 发生什么事了 我都听说了 孟家的孟口明明没死 你却说他已经气息断绝 神仙能救 怪不得你给我爸诊治了半个月 还没有半点气色 放开我爷爷 什么李神医 根本就是个骗子 我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我现在 要把我爸转移到中心医院去 爷爷 住手 医生治病救人自然全力而为 但人力总有穷尽的时候 何必动手 算你运气好 在这里遇到我 你又是什么东西 神医 这位就是葬礼现场救活了孟昊的那位神医呀 如果这世上还有谁能救活你父亲 那一定是这位神医 获家 就凭你 你才多大呀 我只给今天一天的时间 今天之内 我父亲要是没有老转 你们这些骗子都别想好过 王总 您父亲这个病复杂难解 一天时间那是万万不可的了 拜托您再宽限些时日吧 这病患成其他人确实神仙难救 不过嘛 今天怎么大运呢 有我在 不需要一天 一盏茶足夷 爸 你对我爸做了什么 好好地怎么突血了 我果然不应该相信你 来人啊 你们等着吧 明天我就让人查封这里 获家 也别想好过 看在你还算有孝心的份上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刚刚那一下 只够让他缓过一口气 要想根治 三天之内 你要上门求我 你想都别想 刚刚那小子真是太气人了 还有李神医 他们都是一帮雍医 爸 你怎么样 好像没那么难受了 身体 好像也恢复了很多力气 是李神医救了我吗 嗯 儿啊 谁救了我 你可要好好感谢人家 我还以为我挺不过这一遭了 这 我 看了一圈 基础的药材倒是买齐了 他还差几株顶级药材作为药液 不过 意外得到了一株带灵力的人参 他也不算白来 就他了 好哟 我给您打一折 再送您点东虫下草 鹿蓉 苏承 嗯 不是让你去买身体面的衣服吗 你怎么还穿着这身 啊 我给忘了 算了 先上车 来不及了 哟 星儿 这土老帽是谁啊 听说你最近结婚了 该不会这就是你老公吧 别开这种玩笑了 星儿一新工作 哪里来的老公 是吧 星儿 再说了 星儿可是孟家千金 怎么可能看着这种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香巴佬 不 他就是我法律意义上的丈夫 他叫苏晨 你们自己聊吧 我要睡一会儿 千创魔祖怪 星儿 你没听见他说要休息了吗 你算什么东西 我说话也轮得到你插嘴 我老婆要休息了 我让闲杂人等闭嘴 有问题吗 你 哼 想想来的香巴佬 说话就是粗品 装模作样的小子 正好 我最地逢青山堂 拿到这冰针 只要刺入穴位 就能让人失敬出仇 而且冰针即刻就会融化 不会留下半点痕迹 去 用冰凝成的引针 伤人亦无心 真是印度的手段 就让你自己好好品尝 啊 长大 啊 怎么 啊 好臭啊 大家先下车吧 嘿 你想办法先去换个裤子 我们在路边等你 俗辰 啊 我杀了你 真是过躁 啊 俗辰 你给我等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张东年纪大了 善杨奎 憋不住尿吧 那他干嘛对你动手 谁知道呢 打是亲骂是爱 可能暗恋我吧 你注意一点 可别把他得罪了 我们靠张东才拿到王室宴会的邀请函 之后要想赢的合作 也还拜托张东才行 不能得罪他 那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少爷 哼 怎么这么慢 星儿 我张氏集团虽然有意助你 但既然出了这种意外 那今天的宴会就算了吧 这下好了 不仅宴会去不成了 跟张氏的合作 只怕也会受到影响 哼 别那么苦恼 不如 我先把天才商行那一千万给你要回来 天才商行 谁告诉你这个事的 这事你也不必管 不管 那可不行 我还等着某位大姐给我行礼呢 这事我一定要管 某位大姐 谁啊 总之今天下班之前 我一定把一千万要到 你就放心吧 你 那我让刘凯云陪你去 你可别惹祸 知道了 梦想集团就派你们两个来要钱 让这位小美人陪我睡一周 我可以考虑考虑 否则 我的钱 你们一分也别想拿到 热 废话可真多 如果我说 今天这钱我要是拿不到 你就要大难临头呢 你正是在威胁我 小子 你以为自己是在谁的地盘上 给我上 得罪了马总 你们就做好觉悟吧 还有个小美人呢 那我们下手轻一点吧 走你 不开一击 陆善医 可算找到你了 王总 你怎么来了 马头 这是怎么回事 一点小意外 让王总见笑了 再派点人手过来 把人给我扔出去 一只小苍蝇而已 马上就处理好 要不您先到旁边的会议室 不知苏神医跟这边有什么矛盾 也许我可以帮忙解决 苏神医 小人不才 经营了一个公司 这边也算是王室的下属集团 这样啊 那给你一个面子吧 好好好 这家公司欠我老婆公司一千万 不打算还钱还要动手 你管不管 混账东西 你居然敢算到苏神医的头上 王总 误会啊 我不知道他跟你认识啊 还不去给苏神医拿钱 是 对不起苏神医 刚刚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这里是天才商行欠您的欠款 以及我个人的一点孝敬钱 请您孝纳 把钱给刘秘书吧 是 是 你是为你爸爸来的吧 你找副纸笔来 我给你写一个药方 是 快去拿纸笔来 你就按这个方子 一日三次给你爸熬药 多谢大师 多谢大师 至于 这帮人嘛 你自己看着办吧 是 王总 今天开始 你们这帮人不用再来上班了 你们都被开除了 不要啊 王总 再给一个机会吧 王总 滚 王总 苏神医 今天是我爸爸的八十大寿 王室准备了一场宴会 请您收下这张卡 有了这张卡 以后您就是我们王室的座上兵 多亏了您 我们才能有机会一起庆祝这一天 我爸爸想邀请您去他的生辰宴 不知您有没有时间 王老爷子的生辰宴 这不就是孟兴儿发愁的那个邀请函吗 真是误打误撞 得了全部费功夫 那我就收下了 谢了 苏神医肯收下 就是我的荣幸啊 小刘 该回去了 不然你的孟总 等下头发都绸脱了 好 这不是孟兴集团 孟兴儿的秘书 刘寒韵吗 先前在孟昊的葬礼上 苏神医与孟昊 看起来像是熟识的故郊 现在身边 又跟着孟兴儿的秘书 看来 回去得把这事告诉爸爸 又重新搞一下合作人选 我都听说了 你跟张东那小子吵架了是吧 啊 算是吧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张氏对我们来说 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 你又不是不知道 居然这么随便就得罪了张东 你脑子是坏掉了吗 我不管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室的宴会 我们不能错过 你现在去把张公子约出来 我们好好求一下他 妈 你吵死了 你也去换一身好看点的衣服 说不定张公子会松口 啊 妈 我都说了 公司里的事情你就不要插手了 我跟张东的事情我自己有数 你能不能别总是干涉我的私事 那你倒是自己解决全部问题啊 想出办法来 拿到王室的邀请函 我 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俩说话的声音 孟总 拿到王室的邀请函了 什么 真是王室的邀请函 你哪弄来的 是苏晨拿到的 王室的总裁对他很是恭敬的 苏晨 他那种香巴佬 还能认识王室总裁 你是被他收买了 才耍我们玩的吧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们信不过苏晨 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你看 天才上行借我们的一千万也要回来了 您大妈是不是还没给我鞠躬啊 说话呀算话啊 鞠躬 什么鞠躬 这支票是真的吗 该不会是哪里找来骗我们的吧 我相信韩芸不会撒谎的 既然邀请韩的事情解决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去王室的宴会吧 不行 你不能走 我已经给张公子打过电话了 他一会儿就来接我们 你跟我来 你能不能不要再插手我的事了 我跟张东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有什么瓜葛 你要是不想去 你就自己在这里等你的张东吧 韩芸 苏晨 我们走 是 下次见面 别忘了鞠躬啊 灵大妈 开死了 苏晨 仙儿居然选择相信那个香巴佬 不相信我 肯定是那个混账小子 给仙儿怪了什么迷魂汤 这才几天 就闹得仙儿跟我翻脸 长期下去还了得 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个香巴佬赶出去 仙儿 等等我 刘 刘总 幸会幸会 小李 你也来了 王老爷子的生成业 哪能不来啊 听说王老爷子呀 要在宴会上当领宣布 王室接下来的合作对象 也不知道 会发落谁家呢 诶 张哥 那个孟仙儿呢 今天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那种货色的女人 我已经玩腻了 长得也不怎么样 还不识好歹 这个张东 太过分了 你们懂什么 商场上 讲究的就是一个能屈能伸 哎呀 张公子 好久不见了 我们心儿可是每天都在念叨你呢 怎么都不来家里坐坐 啊 是林伯母啊 呦 这不是小梦走吗 没有邀请韩还能做什么 该不会是来跟张哥和好的吧 哎呀 张哥 怎么有人没有邀请韩 还好意思蹭酒席啊 孟仙儿 看在你妈妈一片苦心的份上 只要你好好跟我道歉 拿出一点诚意来 我也可以不计前嫌 行儿 还不快点道歉 再来给张公子捶捶背 竟敢无视我 张公子啊 我学过几年医 你那个症状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听我一句劝 成年人还尿裤子 那就是肾虚 得补啊 你 什么 张公子尿裤子了 什么 张公子肾虚 莫非张公子就是因此被孟总甩了 俗辰 你好 我们受王室的邀请来参加宴会 这是我们的邀请函 哎 孟仙儿什么时候 拿到王室的邀请函了 啊 这是邀请函 这个样式的我怎么没见过呢 抱歉 这事我要先禀报一下经理 请你们在此稍等 天哪 小孟总该不会是自己画的一份邀请函吧 听说过假钞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假邀请函呢 该不会是被人骗了吧 小孟总 真可怜啊 真是丢脸呢 星儿 要是你现在做我女朋友 求求我 我还会考虑带你们进去哦 哎呀 星儿 我早就说了这小子不靠谱 你还不信 快点 不要含了张公子的心 妈 我说了不要再关我的事情了 张东 我从前敬你是合作伙伴 你却在我车上做出那种事情 你要是脑子不好就去医院看看 没让你陪我车就不错了 还说我不是好胆 真是王八半走毒 憋不住笑了 雪儿 小孟总 你 找死 张公子 甚须可以治 打人可就要进橘子了 苏晨 又是你 苏晨 你该不会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吧 给我打 谁敢对我们王室的贵客不敬 颤得了吗 星儿 我可是王室的贵客 我希望你记清楚 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给我上 喂 等等 我可是王室的客人 你们干什么 抱歉 让诸位久等了 请问这封邀请函是你们的吗 是我们的 王室这个态度 这邀请函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玄机 方才的是 我向你们赔罪 之前是我们怠慢了 四位贵客 这边请 贵客 贵客 是在说孟星儿他们 麻烦了 贵客 是我们 这么说 那邀请函是真的 我早就说了 是王室总裁亲手交给苏晨的 这邀请函不一般 哼 我看是老爷子暗中相助了 这小子 到底给老爷子灌了什么迷魂汤 至于你 张公子 冒犯我们王室的贵客 从今往后 你和你的家族张氏 都将被王室拉入黑名单 往后 不要再出现在王室的地盘上 你 你居然敢这样对我 你一定会后悔的 区区张东 也敢大放决策 那可是王室的特殊贵店邀请函 是有该邀请函者 地位等同家族 一同发出的 应该还有一张黑卡 这苏晨 这苏晨 到底是什么身份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四位贵客 这边请 真没想到 你们孟家居然也有资格做到第一排 又见面了 赵黎卓 真可惜啊 弄老头子没死 看来你们梦想集团还可以多蹦打几日 不过也好 一会儿就让你们见证一下 我与王室达成合作的时刻吧 赵黎卓 原来这人就是赵黎卓 韩韵 我让人把准备送给王老爷子的礼物带过来了 你去拿一下 好的 孟总 现在还没签约呢 鹿死谁手可还不一定 小孟总 做生意光靠嘴硬是没有用的 要靠脑子 是王老爷子 王老爷子来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卓越集团赵黎卓 为王老爷子送上云顶别墅一趟 天赐一号 云顶别墅 那不是最近刚造好的楼盘吗 据说赵国风水大师李中飞看过 人杰地灵 住在那儿能够延年益寿 为此已经炒到了有价无事的地步 能送出这等礼物 卓越集团真是不简单啊 一点薄礼 不成敬意 梦想集团梦馨儿 为王老爷子送上 求荣大师作品一件 好酒 求荣 是我想的那个求荣吗 那位大师不是已经隐退十多年了吗 听说 现在他的作品 每件都能炒上上亿 先前听说梦想集团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现在看来都是谣传啊 这不是那个酒老头喝多了刻着玩的东西吗 能上亿 难道说 不 不可能 那家伙怎么可能是什么大师啊 肯定是我想多了 又没钱买酒了 挺费心啊 小孟总 彼此彼此 多谢各位前来捧场啊 借着今天这个好日子 我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来了 想必是要宣布王室的合作对象了 在那之前 我还要感谢一个人 多亏这个人救了我 我才能站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庆祝我的生日 救了王老爷子的命 是谁 这个人就是 王老爷子这是 往苏晨的方向走 难道韩芸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好难得 居然感觉到了一丝灵力 不好意思 我离开一下 灵力的物件落在普通人手里不是好事 也去看看 苏神医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苏神医觉得我还没有资格给他敬酒 我找人问过首都最好的医师 据说我的病想要治好 需要以灵力于振 已经是术法的层次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至少也是宗师以上的高人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的确没有资格给苏神医敬酒 不行 不能得罪这样的高人 小蒙总啊 这杯敬你 您太客气了 走进了感觉更加明显 这应该是有个刻意留下的一杯众数 看起来更像是有人想暗害王老 去 那就花人帮到底 送活送到西吧 哎呀 今天又做了一些好事 真是可喜可恨 趁着咒术的气息还很新鲜 出去追查一下 会施展这种害人咒术的家伙 可不能轻易放过 该死的 孟家什么时候勾搭上了王家 来来来 王老爷子居然如此看重孟兴儿 还亲自给他敬酒 罢了 只要合作不告吹 等我得到了王室的支持 区区孟家 算什么东西 我可是已经跟王室打斩口头约定 合作愉快 这次的合作机会 被我卓越集团莫属 我今天打算宣布的消息 也跟小孟总有关 今天我就借着这个机会 宣布王室之后的合作对象 就是小孟总带领的 梦想集团 什么 我们 哎呀 太好了 也感谢其他为王室集团 出谋划策的朋友 啊 即便今天没有被王室选择 也不代表各位没有实力 只是差一点缘分罢了 这集团在美妆行业上的实力 跟卓越集团还是有点差距 不过 跟生意比起来 当然还是生命更重要 好好好 真没想到王剑墨 你敢耍老子 幸好老子还留了一手 赵祖 你 除了云顶别墅以外 我还给王老爷子 准备了一份大乳 啊 赵家主 倒是有心了 合作都告吹了 还送礼物 赵黎卓这人 能有这么好心 来人 这是我专门求来的 价值三亿的开光把剑 虽然今日没能达成合作 但既然是为王老爷子求的 所幸就祝王老爷子 红福齐天 寿比南山 这 没想到赵家主如此惦记我这老头子 真是惭愧啊 哪里哪里 我专门找人在这个手把剑上下了咒 能让被施咒者 对施咒人言听计从 就算我想要整个王室 也不再画像 只要王老爷子能够高兴 我这份礼物也就值了 生肖了 走开 王老爷子 我刚刚没有听清 你说 王室接下来的合作对象是谁 是赵氏对吗 赵家主在说什么呀 这么年纪轻轻的 耳朵就不好使了呢 你不打算改变主意吗 我看赵家主是头脑不清醒了 来人呐 把赵家主带到外面去吹吹冷风 清醒一下 这 这怎么可能 放开我 这怎么可能呢 我可是花了十亿 还请大师出手帮忙下咒的 怎么可能没用呢 难道 我是被骗了吗 这 赵黎主这是怎么了 哥好像中邪了一样 我就知道我女儿最棒了 不管我们这么辛苦筹备啊 风总 让诸位见笑了 接下来 还请各位好好享受这次宴会吧 快放开我 赵黎主刚刚是怎么了 该不会真是中邪了吧 苏晨 他刚刚去哪了 这家伙怎么神出鬼没的 你去哪了 上厕所去了 刚刚王氏宣布 要和我们梦想集团合作了 但我之前得到的消息 都是赵氏才是这次的黑马 石栏运转啊 孟总 恭喜恭喜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 孟总觉得是我带来了这个喜气 要不孟总请我吃饭好了 我要吃最贵的 汐儿 你跟他废话什么 这事儿多半是你爷爷又找以前的朋友出手了 你还真以为 一箱把老进门能带来什么喜气啊 爷爷还有这样手段通天的朋友 那你就太小看你爷爷了 我听你爸说 孟家在天水市 还有个实力强大的主家 要是你爷爷愿意 这点事情也就是洒洒水而已了 孟家还有主家 我怎么从来没听爷爷提起过 这么一想 苏晨要是跟王老爷子有私交 刚刚怎么会那么没有眼力见的离场呢 看来是我想多了 好了 苏晨 苏晨 说了这么多 我都渴了 你赶紧去给我拿杯酒 不去 这就是你对待岳母的态度 大妈 等你把欠我的鞠躬道欠补上 再来跟我谈对待岳母的态度吧 说喜酒 我还真有点饿了 去弄点吃的 苏公子 我们王老爷想请你过去坐坐 请我 这个臭小子 别生气了 林伯母 来 喝酒 张东 你不是 先前那都是误会 我特意找王老爷子请罪了 张东 你还来干什么 别生气了 星儿 我先前也是一时冲动 我冷静想过后 这不是来跟你道歉了吗 你那是冷静了吗 你那是看中我们梦想集团被王室看中了 又觉得有利可图了吧 星儿 你要是这么说 我可就太伤心了 我为先前说过的那些话跟你道歉 我那不也是在乎你才这样吗 还是我们张公子会哄人 好了星儿 别任性了 喝了这杯酒 重归于好吧 妈 你能不能别 罢了 看在我们两家生意的份上 这杯酒 我喝了 我们梦总果然和一般女人不一样 宰相肚里能撑船 热酒怎么 感觉味道有点奇怪 星儿 你脸好红啊 是身体不舒服吗 不对 感觉越来越热了 我要去一趟洗手间 星儿 我叫我的私人医生过来 给你看看吧 走开 星儿 星儿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我看你走路都有脸摇摇晃晃的 是不是感冒发烧了 我看 不然就叫张公子的医生 过来看看吧 不用你们管 放心吧 林伯母 我会照顾好星儿的 这个张东 可是我的好姐妹推荐的 说是天水这个圈子里 最有品德的年轻人了 他应该 不会对星儿做什么的吧 臭婆娘 先前那么得意 现在还不是落在我手里呢 真没想到啊 这娘们居然还有本事攀上王室 要是早知道这事 之前就多在她身上 花点心思来 不过啊 现在这样也没差 等生迷铸成熟饭 让她不认也得认 遇到比你弱的 你就欺压 遇到比你强的 你就谄媚 你还真是下贱啊 滚开 幸好没有来晚 不然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跟孟爷爷交代 原来英雄救美 还有这好处 倒是不亏 你好 帮我交辆车 再帮我跟王老爷子说一声 我们先走了 是王室的贵宾卡 你放心 我这就去叫车 小陈回来了 心儿这是怎么了 喝多了 您怎么这么服 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是在宴会上 着了别人的道 什么 不过孟爷爷放心 等银针把毒素排出来 就没事了 谁敢这样对待我孟昊的孙女 下药的 是张家的张东 不过 这药效果猛烈 我看不是一般人能弄到手的 说不定张东背后 还有其他人 让你去办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药已经转交给张东了 我还帮他买通了门位 现在这个时候 不出意外的话 张东应该是得手了 这件事要是做得好 你先前失手的事 我就既往不救 是 是 哦 喂 赵立德 张东的父亲 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难道这个废物 又失手了 老大 让张灵修知道了 我们给张东 围巾药品 张老爷子今天怎么有空 给我打电话呀 老大刚刚的眼神好可怕 张立卓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爸爸爸爸 他现在变成植物人了 你知不知道 张东变成了植物人 哦 怎么会这样 从王氏宴会回来以后就这样了 医生说大概率终生植物人 我问了他身边的人 宴会上他只接触了孟家孟新儿 和你身边那个厉害 你没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哎 张总这话说的 您怕是都不知道您儿子最近 都做了什么 他对孟新儿死缠烂打 听说还用了些不正常的手段 什么 我看呀 他要么是被孟家报复了 要么是被孟新儿的那些追求者整了 哎 红颜祸水啊 要真是这样 我定要孟家死无葬身之地 张老爷子 都这样吧 你把这事交给我 七日内 我一定让孟家人给张公子偿命 如何 看在我们两家合作的份上 我固切相信你 希望你说到做到 放心吧儿子 我一定不会让你就这么白白受了委屈的 谁来救救我 谁来救救我 我还有意识的 我不是植物人啊 是那个赶死的苏辰 用了什么手段 让我抖不了了 我还活着呀 老王啊 那个苏辰 真有你说得那么神 哎 我说话你还信不过吗 我什么时候宽过你呀 王老爷子 你昨天说你这儿正好有我想要的东西 哎呀 苏辰医 您可算来了 快请坐 您上次说需要一些够年份的药材 刚好我这找到了这株人参 据说已经有千年之久了 您看是不是您需要的 哇 名利充沛呀 正是我需要的 多谢王老爷子 能帮上苏辰医是我的荣幸 今天啊 主要就是想让您 帮我朋友看看身体 他最近总是头疼脑热的 您看是不是需要调理一下身体 哼 这跟身体没关系 是撞煞了 撞煞 你最近有没有搬家 没有 有去朋友那里小住吗 也没有 那 够了 老江 你这是怎么了 老王 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 居然找了个江湖骗子 在这里哄骗我 这 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 以后别拿到我面前来 等等 算你走运吧 既然我收了王老爷子的谢礼 那就该出力帮你免灾 这个你拿走 能帮你挡三次灾 哼 接下来是不是就该池子大开口 跟我要钱了 我都说了 王老爷子已经付过报仇了 好大的力气 我既然完全看不清他的动作 也正脱不开他的手 老江 你要是还愿意认我这个朋友 就收好苏神医给的东西 是 哼 看在老王的面子上 我就收下了 老王 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哼 真是不好意思 苏神医 我这朋友年纪比较大了 脾气有点轴 不是有意冒犯 哼哼 算了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你要是担心他 这几天就多留意一下他的情况吧 他身上这煞 离发作不远喽 是是是 苏神医交代的事情 我一定放在心上 听王老爷子说 星儿和苏神先走了 不知道回来没有 爸 我回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 我昨晚喝多了 就在我好姐妹那边住了一晚 困账 爸 你干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 你知不知道 星儿的清白 差点就被张东给毁了 什么 张 张东那小子 他怎么敢 星儿呢 我去看看星儿 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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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已经没事了 那就好 如果不是苏晨 这次后果 简直不堪设想 我 我哪里知道张东是这种人吗 都怪我那个好姐妹蛊惑我 我现在就跟他绝交 我最近打算到公司住一段时间 具体到什么时候嘛 看什么时候忙过这一阵吧 星儿 你要搬出去住 只是暂时在公司住一段时间而已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我现在就发短信 跟那个介绍张东给我的贱人绝交 够了 以后别再关我的事情了 星儿 星儿肯定还在生我的气吧 都是你自作自受 孟总 这是要去做什么 去旅游 最近工作比较多 打算去公司住一段时间 为了完成工作 要从这么漂亮的房子里搬出去 住到公司去 你还真是热爱工作啊 以后有个股东会议 你愿意一起去公司吧 我刚到家又让我加班啊 不好了 孟总 出事了 我们研发的小瓷瓶项目 被药监局突击审查 说我们资质不合格 疑似伪造公章 药监局 小瓷瓶项目手续 肯定都是正规且符合流程的 药监局怎么会突然来势汹汹 怕不是集团内部有人在搞鬼 先带我去看看 好的孟总 小孟总 现在可是小瓷瓶项目最关键的时候 这个节骨眼上要是出了问题 我们前期投入的几亿资金 可就全部打水漂了呀 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我会处理的 这位是 赵飞扬 目前梦想集团内 除了梦氏以外 就是这个赵飞扬代表的 赵氏战友的股份最大了 我可是从小瓷瓶项目一开始 就已经安插了自己人在里面 蓄谋良久 这次又有卓越集团的关系相助 孟星儿 你完了 所有人 马上停下手里的工作 配合我们调查 您好 我是梦想集团的总裁孟星儿 我们的小瓷瓶项目 先前是经过审批的呀 怎么会有问题呢 我们发现 小瓷瓶项目中所盖公章 与我们要监局的公章不符 现怀疑你们梦想集团 涉嫌伪造公章 这个项目必须马上停职 你们也要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个项目的资料 基本是韩芸和我在准备 但是提交报告的那段时间 因为爷爷病危 我请假了一段时间 韩芸 当时集团内是谁负责提交这个项目的 是赵飞扬董事 那时候我本来是想要自己负责这个项目的 但是赵董突然说他有关系 能够加快审批的流程 难道就是那个时候 该死 让这家伙摆了一刀 前长官 这件事我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您能不能给个机会 让我们好好谈谈 要不是我爸爸的病 需要赵飞扬介绍专门的医生 我也不想帮赵飞扬办事 要是这个孟昕儿能够帮我 不行 看样子还得添把火 前主人 你爸爸现在已经被我们控制 还想再见到你爸的话 就按照约定里的讯息 该死的赵飞扬 现在这是在威胁我 不行 这个时候得先顺着他来 先将人带回去吧 是 快走 再不走 就涉嫌妨碍公务了 我们又没说不去 但你们可别不讲道理 强压着人啊 这下糟了 得想想办法 小孟昕儿 小孟昕儿 多怪我 没事 既然我们没做昆心事 肯定会没事的 孟昕儿 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跟我竞争 不许动 我替你接 喂 苏 抱歉 他现在没空接电话 他需要接受药监局的调查 有事的话 就来药监局见他吧 别想耍什么花招 快点走 好好 苏晨需要接受药监局的调查 这些证据 你怎么解释 哼 我就是个跑腿的 这些集团事物 你问我也没用啊 我们查到你之前 没有在任何公司任职过 一进梦想集团 就能当上总裁秘书 谁知道呢 可能孟总看中我这帅气的皮囊吧 小给我洗皮笑脸的 我这是在给你机会戴罪立功 唉 你不相信 那我也没办法 好好好 不到黄河心不死是吧 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可是遵记守法的良民啊 长官 不吓唬吓唬这个小子 看来是没法敲开他的嘴了 嗯 哼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良民 前主人 请问你打算怎么给他点颜色看看 嗯 将 将军 你怎么在这里 我听说老王的救命恩人被你们抓起来了 特地过来看看 什么 王老爷子的救命恩人 在 在哪儿 将军怎么突然想通了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是 苏神医真是料事如神啊 我这半天可真是多灾多难啊 哼哼 先是出了车祸 你这怎么开车的 虽然车坏了 但是幸好没有人受伤 嗯 这张符突然碎了一跤 这 再是回家的时候 差点被花盆砸到 哇 就刚刚开车过来的路上 还差点刹车失灵 那个苏神说 这符只能帮我挡三次灾 这刚好就是第三次了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对不起 苏神医 先前是我太傲慢了 我向您赔罪 将军 再给苏神去勾 我完了 哎 不用跟我客气 反正我也是拿了王老爷子的谢礼 还他人情罢了 哈哈 苏神医真是大人有大量 对了 我查了梦想集团的项目手续 一切都是合规合法的 有关前主任你 擅自调动执法机关 并与梦想集团赵飞扬 存在私下交易一事 将军 我可以解释 带走 是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我是被威胁的呀 将军 将军 这次多谢你啊 算我欠你一个人行 你是来找我解决煞气的吧 苏神医愿意帮忙就最好了 不过 我得先处理好 梦想集团这边的事物才行 听说了吗 小梦总被抓了 啊 真的吗 小梦总被抓了